第二九題 一電池和三個相同的燈泡與伏特劑連接成一電路如附圖 當接頭S接在甲點時,伏特劑讀數為0.5伏特 若接頭S一致疑點時,伏特劑讀數為多少伏特 我們可以用v等ir去假設一下r或什麼之類的,然後帶進去算 然後呢有一個r兩個r帶進去做 可以算出答案,但是呢我們也不要這樣做,我們用想的就好了 就是說這三個有三個 電壓v1v2跟v3 然後呢他們加起來就會等於所謂的總電壓 但是呢因為三個燈泡都一樣 他經過的電流串連電流也一樣 所以呢他的電壓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接在這個甲點的時候是有一個燈泡的電壓 接在疑點的時候是有兩個燈泡的電壓,這兩個燈泡的電壓一樣 所以他的電壓就會變成兩倍 所以接在0.甲的時候是0.5伏特 接在疑就要變成兩倍就變成1伏特 所以第29題問我們說 若接頭S接至疑點時,伏特劑讀數為多少伏特 我們答案選的是C 1伏特 因為他這時候是有兩個 兩個燈泡 所給提供我的電壓 而甲只有一個燈泡 提供了電壓 大家見面 randomly看 我們下載了一架 發露的電壓